应广大粉丝要求 螳螂和郭郭终极PK战 我们今天安排 首先出场的是我们的大刀螳螂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他的话 那就是英俊的杀手 然后就是我们的寸壁郭郭 来转一圈给大家看一下 同样用两个字来形容郭郭的话 那就是强壮的战士 话不多说 我们倒入郭郭 一起来看一下战士和杀手之间的PK战 这郭郭一进来 螳螂就盯着他看 目不转睛的样子 仿佛再说 来活了 郭郭从唐郎面前飘过 两个人很默契的没有动手 他们的职业素养 应该不允许他们一见面就过招吧 肯定还是得分析分析对方 这正说着呢 郭郭就跑到了唐郎的身后 你这是想干啥啊你 非得给他死磕一下 这唐郎也懵逼了 这郭郭这么跳 难道我大唐郭的江湖地位没有了 终于郭郭再次爬上了树枝 和唐郎面对面 看来他们都做好了准备了 唐郎说你靠近点 你看我扎不扎你 郭郭说来就来 你真扎啊你 你别笑 他们的打斗非常激烈 连沉默都撞倒了 郭郭在咬唐郎的钳子 他牙齿特别锋利 唐郎不甘示弱 大钳子已经捏住了郭郭的身体 感觉不妙的唐郎立马翻身 用钳子 你看到摁住了郭郭的头 把他嘴巴也摁住了 郭郭已经咬不到他了 所以说 为什么唐郎是最顶级的捕猎者 因为他的战术是最致命的 他能把敌人的优势化为乌有 然后利用自己的嘴巴 自己的钳子来打败敌人 明明郭郭更强壮 明明郭郭的嘴巴牙齿更锋利更大 但是依然被唐郎摁得死死的 在地上摩擦 唐郎用自己的一个钳子 摁住了郭郭的身体 另外一个钳子 摁住了郭郭的头和嘴巴 让郭郭咬不到自己 然后他的头 他的嘴巴开始撕咬郭郭 此时郭郭无力反抗 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大家好我是康康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关注我哦 你们有什么想看的 也可以评论区告诉我 我们下期见